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 欧盟以采取纪律行动来限制意大利 该国的财政政策将受到更严密的监督 且可能最后导致罚款 欧盟政府抱怨意大利政府2018年年末未按照承诺削减公共债务 并认为除非意大利政府采取截支措施 否则今明两年债务将继续上升 有消息人士称 意大利政府现在认为2019年预算赤子将为GDP的2% 欧盟执委会12月已接受这个水准 但欧盟也希望该国对2020年做出承诺 除开欧盟本身内部预算案以外 本周作为央行超级州 美联储英国央行将陆续公布的利率决议也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元汇率波动 欧元区经济现状和前进仍是目前各地区中最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 欧洲央行此前一系列使市场失望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在关联性交易中 欧元持续处于长线弱势 关于意大利可能能够满足欧盟财政公共预算的要求 帮助欧元汇率一度反弹 但此消息利好为多头提供的动力明显不足 价格在此过程中并未突破上周失手的关键支撑位 1.12495 多空力量强弱对比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欧元行情上周收出上影线极长的K线 长周期受到月线级别压力未压制 而短线无法回升至1.12495上方 也使得短线波动方向趋于空头 欧元汇率若日内再次于该点位附近承压 则后市汇价有较大几率进一步下跌至1.11450年度低点 基本面上建议交易者关注6月18日美国5月营建许可月率 美国5月新屋开工年化月率 6月20日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 美国第一季度经常涨 6月21日美国6月制造业PMI出值 美国5月成屋销售年化总数 技术面上则建议交易者关注上方压力位1.12495 以及下方支撑位1.11450 感谢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可登陆ACY西万证券官网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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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